等到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时 董万华突然语出惊人 他对张燕生说 我这次来是想让玉华以妻子的身份陪我去台湾定居 众人听到董万华的这句话时全都愣住了 大家没想到董万华刚回来 就直接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么尖锐的问题 而此时董万华的思绪也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993年7月15日 离家45年的台湾老兵董万华 激动地从上海虹桥机场走了出来 在机场迎接他的是45年未见面的妻子 邵玉华和儿子董水生 三人一见面就相拥在一起 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太长的时间 只见董万华和董水生哭得稀里哗啦的 反而是身为女性的邵玉华显得非常冷静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邵玉华的眼睛 就会发现他心事重重 好像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特别是当邵玉华听董万华说 要住在家里时 邵玉华先是一愣 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而直到董万华跟妻儿回到所谓的家中时 我们才知道邵玉华为什么欲言又致 原来在家中等待董万华的 还有邵玉华的现任丈夫张燕生 正常来讲 前任丈夫和现任丈夫见面应该很尴尬 不过董万华和张燕生的见面 却显得非常和谐 当董万华知道事情的原委后 非常客气地和张燕生握了握手 随后 董万华和张燕生就面色平静地聊起了天 邵玉华则带着孩子们开始张了起饭菜 虽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冲突和尴尬 但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心事重重 然而 这种看似和谐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 等到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时 董万华突然语出惊人 他对张燕生说 我这次来是想让玉华以妻子的身份 陪我去台湾定居 众人听到董万华的这句话时 全都愣住了 大家没想到 董万华刚回来 就直接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么尖锐的问题 而此时董万华的思绪 也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董万华的身世非常可怜 他是广东人 自幼父母双亡 董万华长大成人后 为了生存就选择了入武参军 1946年20岁的他跟随部队驻扎在江苏兴跨 也就是在那一年 他认识了19岁的邵玉华 过起了二人世界 可以说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邵玉华和董万华生活得非常幸福 这对夫妻还在1948年秋天 生下了儿子董水生 然而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在董水生出生没多久 董万华就接到命令 要跟随部队到其他地方住房 尽管万般不舍 可军令如山 董万华只能挥累和妻儿告别 临别前 董万华反复叮嘱少玉华 一定要注意安全 教育好儿子 等自己稳定下来 就会回来接他们母子俩 可让董万华没想到的是 这一别竟然足足过去了45年光阴 后来董万华跟随部队辗转来到台湾 刚来到台湾的董万华 还惦念着找机会回家乡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慢慢发现自己很可能一辈子 也无法回到让他魂牵梦绕的妻儿身旁 最终董万华接受了现实 1960年他在台湾重新娶妻 台湾的妻子先后为他生下了 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可尽管如此 他依旧十分惦念尚遇华母子 董万华后来说 他与台湾的妻子并没有什么感情 二人在婚后也一直在凑合着过日子 就这样两个人凑合着过了22年最终在1982年离婚 而远在家乡的邵玉华 在董万华离开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过得更不好 他与儿子董水生虽然能靠娘家勉强度日 可娘家生活的也很难 特别是周围的乡邻都知道邵玉华的情况 经常有人对邵玉华母子俩指指点点的 这让一向要强的邵玉华无法接受 于是他就带着儿子董水生前往上海谋生 虽然邵玉华有点文化 可刚到上海的他根本无法立足 只能靠打短工户口 后来找了一份保姆工作 算是勉强安顿了下来 当时的邵玉华还期待着丈夫董万华回来 可他始终没有接到丈夫的任何信息 他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事实 他的丈夫董万华很可能早就死了 就算没死也可能一辈子都不回来了 而且为了让儿子董水生成才 邵玉华不管生活多么困难 都始终坚持让儿子读书 可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慢慢的他吃不香了 然而邵玉华却不想让儿子辍学 这时候有人过来劝说邵玉华改嫁 尽管邵玉华一直想等丈夫回来 可他也知道那种希望太渺茫了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邵玉华决定嫁给比自己大19岁的张燕生 之所以嫁给张燕生是因为邵玉华觉得 对方非常老实 并且答应会好好照顾儿子董水生 邵玉华与张燕生结婚后 张燕生果然对他们母子俩特别好 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 邵玉华还为张燕生产下了两个女儿 在外人看来邵玉华一家非常幸福 可只有邵玉华自己知道 他过得有多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思念着远在台湾的董万华 他后来回忆说他与张燕生没什么感情 只是在一起混日子 并且尽管他与张燕生生活在一个房间里 可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 他与张燕生是以上下铺的形式分居的 不过张燕生对他非常迁就 始终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1987年以后 陆续有台湾老兵返乡探亲 邵玉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红十字会进行登记 他希望再一次见到董万华 哪怕知道他的消息也好 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邵玉华并没有收到董万华的任何消息 原来董万华认为 已经与邵玉华分别40多年 对找到邵玉华母子俩根本没抱什么希望 所以他没有像其他老兵一样寻亲 这也导致红十字会 足足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董万华 当董万华得知邵玉华母子都健在时 非常兴奋 他连忙办理回乡手续 并在1993年7月15日来到了上海 可董万华直到进入邵玉华的家门时 才得知妻子早已嫁人 在与张燕生聊了一会儿后 他最终在吃饭时鼓起勇气 提出要把邵玉华带到台湾 并且专门强调 是以妻子的身份带走邵玉华 而董万华之所以坚持回台湾 并不是他不想留在大陆 而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也就是退休金需要在台湾领取 并且领取时需要他亲自到场领取 所以他才想先在台湾生活 尽管董万华知道自己直接对张燕生提出这个请求 有点不近人情 毕竟张燕生帮他照顾亲儿这么多年 可他实在不想再与邵玉华分开了 于是董万华才抱着豁出去的态度 直接挑明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张燕生并没有拍案而起 反而表示一切都听邵玉华的 这时候董万华非常期待地望向邵玉华 不过邵玉华并没有说话 而是望向自己的三个子女 子女连忙表态 绝对不干涉邵玉华的选择 怎么样都可以 听到子女的表态后 邵玉华这才答应董万华 当场表示跟董万华走 他说 我和燕生几十年只有恩情 和万华只有两年 却有感情 可邵玉华要想跟董万华走 必须得先跟张燕生离婚 然后再跟董万华结婚 办完这些手续后才能去台湾 于是众人商定 在第二天一早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然而在第二天去民政局的路上 张燕生却有点后悔了 虽然邵玉华与他早就没了感情 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并不舍得让邵玉华走 但张燕生在前一天 已经答应与邵玉华离婚了 现在突然反悔也不好 于是张燕生就找到了一个借口 他说 离婚可以 但董万华和邵玉华 必须给他五千元作为补偿 要知道五千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邵玉华一听立马明白过来 张燕生这是反悔了 于是邵玉华立即跟张燕生吵了起来 不过他俩吵来吵去也没吵出个结果 可当众人来到民政局时 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邵玉华与张燕生根本无法直接办理离婚手续 原因让人大跌眼镜 原来工作人员一查才发现 邵玉华当年根本没有与张燕生办理结婚手续 既然没有结婚 怎么可能离婚呢 然而 事实上 邵玉华与张燕生确实以夫妻的名义过了很多年 这里面涉及到财产 子女 户口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无法把他俩的过去一笔勾掉 那怎么办呢 工作人员给出了解决方案 邵玉华可以与张燕生现场办理一张结婚证 然后再办理一张离婚证就可以了 眼见没有别的办法了 邵玉华只能与张燕生办理了结婚登记 可等到二人准备办理离婚登记时 却发现更大的麻烦来了 离婚需要进行财产分割 可邵玉华与张燕生只有一套一房一厅的工房 这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分割 那离婚只能暂时搁置了 于是 众人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民政局 特别是邵玉华更是欲哭无泪 明明是要来办离婚手续的 结果竟然结了个婚 众人回到家里后始终没有谈妥离婚事宜 而董万华的探亲期限却到了 没有办法的董万华只能无奈地先返回台湾 董万华走后 邵玉华非常伤心 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张燕生看到邵玉华的变化后 也是自责不已 为了让邵玉华开心 他最终还是同意了离婚 1994年5月 张燕生与邵玉华终于办妥了离婚手续 董万华听说这件事情后 连忙从台湾飞回上海 并立即带着邵玉华前往民政局 办理结婚手续 正常来讲 董万华终于可以和邵玉华在一起了 可实际上又出现了麻烦 当董万华来到民政局后 工作人员一查 发现董万华的证件过期了 需要他回台湾重新办理 没有办法的董万华 只能再次返回台湾 等他把证件办理好后 已经是一年后 1995年了 他拿着证件第三次飞回上海 这一次他与邵玉华 终于成功办理了结婚手续 可他俩办完结婚手续不久 董万华又只身飞回了台湾 因为按照台湾当时的规定 邵玉华需要与董万华结婚满两年后 才可以申请在台湾顶居 也就是说 邵玉华最快也得等到1997年 才能跟随董万华前往台湾 虽然二人心急如焚 可四十多年都等了 也就不在乎这两年了 然而 当时间来到1996年时 因为台湾一些政策上的变化 邵玉华前往台湾的希望破灭了 就在邵玉华不知如何是好时 董万华又飞回了上海 这一次董万华决定不走了 他要留在上海陪邵玉华 可由于董万华没什么钱 只能在上海 坐一个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居住 尽管生活得非常清贫 但毕竟跟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了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 董万华跟邵玉华过得非常幸福快乐 当时间来到2003年时 邵玉华去台湾定居的申请 终于批了下来 而张燕生早在1996年就病逝了 所以邵玉华没有任何牵挂的 跟着董万华去了台湾 虽然邵玉华和董万华去了台湾 不过夫妻二人约定 等到他俩百年之后 一定要回上海安眠 而且他俩表示 今后永远也不分开了 可以说 邵玉华和董万华的经历 只是台湾老兵生活的一个缩影 自己的清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 旺旺水神机 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雾化器 大的雾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这两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CTI28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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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